先鋒 嘉應之星 龍骨飛羊 全部馬不準備拖擋七場賽事 三級賽 千八米百周年紀念銀瓶 大熱是五 好 一起步的時候 前面快一點點的馬 見到中間位置是多巴先生 但外面發財先鋒走上去 在外面嘉應之星 亦都是拍著他 內蘭第四位的馬是老老城 後面兩隻粉紅衣 健康快驅 內蘭灰馬王三是那匹龍骨飛羊 接近1400米斷柱 方頭的馬是發財先鋒 嘉應之星就跟他在第二位 再後面的馬 內蘭第三是老老城 外面是多巴先生 再後面那隊 粉紅衣 粉紅帽 就是這場賽事的大熱門健康快驅 暫時電後是龍骨飛羊 去到對面直路的中尾段 接近1000米斷柱 大家的位置已經定下來 發財先鋒放頭 嘉應之星第二位 多巴先生第三位 第四位 內蘭露露醒 第五位健康快驅 第六位暫時電後 是那匹龍骨飛羊 轉香港體育學院彎 次序上仍然沒有動過 發財先鋒依然擠來了 大概有一個新位 嘉應之星緊隨第二 外面第三位 就見到多巴先生 內蘭第四 有這隻露露醒 粉紅帽 健康快驅 反而在它裡面 龍骨飛羊還是拖著 轉正彎入直路 發財先鋒 佔線少少進來 嘉應之星在外面 再見到外面 多巴先生 偷入面露露醒 外面健康快驅 一路困著龍骨飛羊 出不來 最後三百 賣變發財先鋒 攻中間 嘉應之星已經將它趕過 外面有多巴先生 最出是健康快驅 後多層還有龍骨飛羊 最後二百米 多巴先生中間 鬥緊埋面 嘉應之星 外面健康快驅 入到加入戰團 接近終點了 百周年紀念銀屏的得主 多巴先生 跑第二名 外面健康快驅 嘉應之星第三 第四名 是龍骨飛羊 結果今場賽事 這隻多巴先生 今天都終於在今季 打開勝利之門 至於追上來的 外面是健康快驅 外面臨門有點力弱 嘉應之星 跑第三 第四名 龍骨飛羊 前面的速度 頭三段都很慢 多巴先生 可以遠征 卡塔爾 到時就莫雷拉跑 跑 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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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燥 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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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滑 跑度 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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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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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鬥力都很耐力 雖然年多大前鬥力都很耐力 中點前才放得到第二 健康法居又生少少 健康法居初上來分級賽 多巴先生始終有點級數 他們已經贏黃太后紀念盃 多巴先生 我們一再講上年出來的 打比的級數是很高的 多巴先生發財先鋒 大家都會贏 慕文今天好成績 下三隻兩面第三 下場是顯心星 最近跑了這麼少 騎斯王 到冬妮繼續位置 跑到季尾 馬米就開心了 演出穩定的騎斯 相反澳洲傳媒 就說 報民決定來香港了 長流 當然想他回去 對 就想他回去多一點 但可能那邊有大賽 他都會去跑 立即來回都可以 光學馬主 拿這隻 多巴先生來香港發展 外地都會去擁有 所以拿到這邊 分級賽 贏多一場 分級賽 這是馬主 現在的坐衣 也有很多變化 雖然都是間條 但是 這就是團體 顏色不同 北馬步加塔爾 報了杜拜賽事 世界杯日 那邊的賽事 都舉人到 如火如肚 近期 恭喜馬主 還回答招 有 嗯 嗯 при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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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Chase 和過隻初次來到分級賽的健康快區 他是出出有餘的 我原先預計他會比較厚 但是慢步速他都可以咬前一點 至於波見試又如何呢 健康快區都問題不大了 走到中外檔沒段都和你騎光了 其實算跑得不錯 這裡頂著班德龍古飛揚不讓你出 龍古飛揚又大隻 這裡出不到你龍古飛揚 先封一封他 前面突圍先是佳應之星 發財先鋒又不知為何 回到來都比較弱點 剛才我都在想是不是上次 其實一月盃都用力都幾多 嗯 一下下又重邊啊 打完又今次又重點磅 結果馬房扣女的路路繩都跑贏他 由於早上 第七場都復軍言不排載作實 二重彩 2號5號順序派136元 四連環 1號2號4號5號派168元 四重彩 2號5號4號1號順序派2653元 馬步排賽頭關1號尾關2號派71.5元 頭關1號尾關5號派10.5元 分斷時間頭斷14秒28 第二斷24秒04 第三斷24秒57 第四斷22秒73 沒斷22秒75 總時間1分48秒37 比標準時間慢了超過2秒